真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通共,绝对是新时期,无产阶级,地下战士的杰出代表。 哈喽,大家好,我是常恋,最近看一个朋友写的公众号文章,讲说美国开始三反五反,川建国同志开始学党史。 其实,川普还在演讲中称,要反腐败,反假新闻,反官僚主义,并称共和党是美国工人阶级的政党,美国普通家庭的政党,也是实现美国梦的政党。 这何止是学会了三反五反呢?连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都融会贯通了,我们就再看看川建国同志之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一,美国不要强行出头,这不就是韬光养晦吗? 二,美国不会继续输出价值观,这不就是不输出革命吗? 三,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这不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吗? 四,美国的制度不一定适合于所有国家,这不就是世界各国应该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五,美国国家利益地义,意识形态是次要的,这不就是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六,美国需要能办事的人,政客们只会在纽约时报放嘴炮,这不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七,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这不就是实现美利坚民族的伟大复兴吗? 这邓小平理论掌握的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要好,再次叮嘱川建国同志,请千万注意隐蔽,不要过早暴露。 祖国和人民在等待着你胜利归来。 另外,再讲一段别处看来的历史,是真事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发需要的静电质子加速器是在一个美国人的帮助下得到的。 当时,中国的核物理学家赵忠饶在美国希望采购零件,带回国组装,得到一位慈祥的美国物理学教授的帮助,最后完成了中国第一台静电质子加速器,为原子弹的研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长脸觉得,这位老教授怎么的也算得上我们中国人的老朋友吧? 还没完,这位教授的儿子名字叫JG,JG上学,是这个教授的一个亲兄弟资助的,所以教授与他兄弟一家关系特别好。 教授兄弟的儿子,也就是这个教授的侄子,很崇拜自己这个科学家的叔叔。 小时候,经常跑去叔叔家玩,思想上受到他叔叔很大的影响。 当然,直接传承教授优秀品质的还是他的儿子JG。 他一直与赵忠饶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 据赵老师回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JG还签线帮助我们401研究所, 从美国买了一套串列式静电加速器。 这个美国教授一家人,堪称满门中烈。 顺便说一下,教授那个受他影响很大的侄儿,名叫唐纳德特朗普,就是今天的美国总统。 这个美国教授的名字,叫John G.川普。 川普上台之后,引起了美国很多人的反对。 最近,他又频频出招,对中国咄咄逼人。 但实际上,特朗普家族跟中国很有渊源。 正是特朗普家族的帮助,才让我们中国蘑菇蛋的爆炸提前了十年。 真是,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何人,不通共。 川建国同志,不愧是奥关海同志的。 合格继承人,是第三隐蔽战线上的优秀共产党人。 他左手与我国打贸易战,从国际舆论将美帝推下神坛,加快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他右手制裁俄罗斯,从而曲线解决了我国旅业企业、国际竞争压力的问题, 并将俄罗斯国际市场缩小,帮助中国压低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价格。 他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 他甘愿将知道的一切带进坟墓,存在的意义就是在某一瞬间改变历史。 他深耕其他组织内部,润物无声,曲线爱国,绝对是新时期,无产阶级,地下战时的杰出代表。 关海同志早已完成任务,后续建国同志做得依然很好,组织盼你们早日归来。 好了,今天的聊日报下期再见,拜拜。